与此同时,宋书航对着朱天万机的修炼者伸展双臂,开始他的表演。 朱天万机的道友们,你们还在使用着陈旧的修真集式型交易模式吗?如今,时代在变化,万物都在进步。 我是爸宋,今天我将和什么都能卖前辈一起,带领大家进入全新的交易模式。 在我的左手是回收协望核心选项,只要你们将精神力集中于这个选项上,意念一动,就能在自己身边打开回收协望核心,并对它们进行计价的空间通道。 只需将你们要出售的协望核心安置于这个空间通道中,心中默念确认就能回收协望核心。 在我的右手是领取零食选项,当你们将所有的协望核心出售完毕后,可以一键将自己应得的零食提取出来,方便会计。 本次交易所有手续费,均由白胜独家赞助支付。 也就是说,在交易的时候,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手续费的事情。 你们的协望核心能卖出多少价格,你们就能收到多少零食。 还在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时间有限,本次活动仅持续到我本次讲法结束。 宋书航虽然骨子里还有着慵懒的后遗症,但他强撑着将演讲台词念完。 这些台词是他平日里日思夜想积累出来的,毕竟他身怀好几个能赚钱的好方案,只是一直没时间去实施。 这些销售台词都是他为自己未来的赚钱方案所设计的,今天终于有机会将它们念出来。 为了念完这些演讲台词,宋书航凭着自己强大的意志,硬是克制了楚歌主复活的慵懒美人后遗症效果。 他一鼓作气将台词念完之后,整个人就像失去了骨头,软软地滑倒。 宫德舍美人在他身后熟练地将他提住,叮叮叮地,紧接着无数的提示声在宋书航的耳边响起。 那是诸天万界的修炼者们开始使用协望核心回收功能。 协望这东西从远古时代起就有出现,诸天万界修炼者手中多少都有些协望核心存货。 这部分的信息量庞大到可怕,不弱于宋书航之前不小心让诸天万界修炼者刷了他的二维码的家好友信息量。 不过,这一次这些交易信息都由什么都能卖大佬处理,宋书航的存在的作用就像是一根网线,直起到传递信息的功能,所以这一次他并不会当机自爆。 即使不是江坊,但霸宋大佬的第七次显胜依旧充满着惊喜啊。 光是这个回收协望核心功能和领取零食功能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其中蕴含着极高明的空间手段,若我们能窥探出点皮毛都能受益无穷啊。 对大部分的普通修炼者来说,邪望核心是很鸡肋的东西,和灵兽经有些类似。 虽然知道它是能量体,但正常的手段根本无法引导出邪望核心的能量,但扔掉又感觉可惜。 这次霸宋大佬大量收获,倒也解决了大部分修炼者的烦恼。 诸天万戒中有一些强大的修士暗中交流起来,甚至有很多顶尖大佬级人物也将收藏的邪望核心移交了大半,他们是看在白胜的面子上将邪望核心取出交易。 自从白胜挣到悬圣后,有部分心细的顶尖大佬便将这位非常特殊的白胜记在了心里,打上了重视的标签。 现在白胜大量收邪望核心,大佬们也乐得卖个面子,说不定还能蹭一蹭幸运。 这就跟普通人看到许愿池后,随手就往其中投一枚硬币是一个心态。 白心辈,数量够了没有? 宋书航感应到诸天万戒源源不断通过什么都能卖大佬转移过来的邪望核心,有些心跳加快。 这些邪望核心的数量实在太多太多,他之前收集起来的小山式的邪望核心,相比之下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粗略估计,每一个呼吸内就有相当于三个宋书航欠白前辈的零食价值的邪望核心被传输过来, 也就是每一呼吸间白前辈就得付出三个宋书航债务的零食,这一次白前辈到底要付出多少零食啊? 宋书航已经完全无法想象白前辈付出的零食数量有多大,这数额已经超出贫穷的宋书航大脑能想象的极限。 一想到白前辈这么多的零食就如流水般的支付出去,宋书航就一阵心痛。 还不够,我希望能用邪望核心铺满实验用的小微面世界每个坐标阵法。 白前辈分身道,宋书航震惊到几乎失语,要用等价零食的邪望核心铺满一个世界? 不用担心我的零食,这次实验室我们在寻找合适的实验微面世界时,发现了一个完全由零食组成的小行星。 那颗零食小行星足以用来付款,白前辈分身解释道, 宋书航发出一声古怪的声音,这并不是鸽子叫,而只是觉得喉咙有点干。 他送狗蛋这一生,也希望能遇上这么一个由零食组成的小行星, 然后他要在上面建行宫殿居住,甚至连自己的大幕也要盖在这个零食小行星上。 别哭了,你别浪费这个机会,趁着和什么东的卖道有合作的状态, 你细细领悟一下功德之力的应用模式。 白前辈分身悄悄对他喘音入密。 功德之力除了凝聚出功德舍美人外,还有很多运用窍门, 而这什么东的卖大佬明显是这方面的行家。 借着和什么东的卖大佬合作模式中, 宋书航完全可以悄悄偷师,学点技术回来, 这也是之前什么东的卖大佬所说的便宜宋书航了的真正含义。 宋书航文言连忙静下心来, 细细开始琢磨什么东的卖大佬对于功德网络的运用。 几夕之后,不知不觉间, 宋书航进入到了一跃难得一次的入定状态。 白前辈分身双手脱塞,负责维持着收获付款结账。 大约过了十分钟后, 白前辈分身感觉有点无聊起来, 又过了十多分钟。 对了,什么都能卖道有。 除了写往核心外, 你再帮我收一批材料可好。 趁着现在有空, 我来为爸宋盖个大墓的壳子出来。 白前辈分身开始为自己找乐。 第2542集 宋书航已经忘记自己上次入定修炼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并不是他不勤奋修炼, 而是他很少有时间能正经八百地坐下来好好闭关修炼。 在他印象中真正能算得上修饰式闭关修炼的经验, 还是在入梦幼年天地的时候, 和幼年天地一起经历从一品到五品境界的修炼体验过程。 那段入梦中他经常一闭关入定修炼就是很久, 这是弥足珍贵的一段回忆。 其实,宋书航很喜欢入定修炼, 修饰在入定的时候意识能维持着空的玄妙状态, 在这个状态里是无忧无虑的, 是一种非常棒的享受, 至少在这一刻他可以抛弃自己已经绝育的烦恼。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后, 入定中的宋书航神识被轻轻拨动, 此时的他承担着网线的作用, 连接着诸天万界修炼者和什么都能卖大了, 所以在完全入定后, 他的神识化为功德之网的一部分, 渗透到了诸天万界的每一个角落。 功德之线连接着每一位修士都仿佛成了他的眼。 这种感觉同样妙不可言, 如果未来他能像什么弄的麦大佬这样彻底掌握功德网络的用法, 那和人战斗时就能将功德之网扑开来, 对方一旦进入他的功德之网范围, 就会陷入到无形的诸网中成为猎物。 甚至,若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 那诸天万界的每一个角落铺着的功德之网都能够成为他的网, 一个念头之下众生都在他的网中。 不过,在神木洞的麦大佬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那就是天道,或者至少也是九幽竹宰。 等一下,九幽竹宰? 我现在不就是九幽竹宰吗? 虽然是个代理的, 要不要借助九幽竹宰权限试一试接触这个功德网络? 不过很快, 宋书航就掐灭了这个蠢蠢欲动的念头。 啊,膨胀了, 九幽竹宰权限实在令我膨胀, 这可是功德之光所化的网络, 和九幽竹宰的力量天生相冲。 如果我真的用九幽竹宰权限去接触这个功德网络, 大概率得再爆炸也此。 死亡令他头脑清醒, 宋,今天已经死过一次, 特别谨慎, 书航。 凭着毅力和强大的意志, 宋书航成功压制了自己内心蠢蠢欲动的念头, 让自己保持冷静, 重新进入到无的入定状态。 他的神识肉身再次进入到了完全放空的入定状态。 同一时间, 在宋书航身后, 不断接收第六次玄圣讲法功德之力的阿锦分成仙子, 终于开启了新的进化。 在如天万劫修炼者的目光中, 阿锦分成仙子的舌尾巴扩散开来, 分成石骨, 朝着四面八方散开。 但这一次, 他的尾巴不是单纯的分叉, 而是真正的变化形态。 舌尾扩散开来后, 最终化为一条长裙, 一双出生的御族从舌尾长裙中探出, 双族肌肤如同婴儿般润泽, 其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泽。 阿锦分成仙子足间轻轻点地, 在足足六次讲法大功德的灌溉之下, 他总算舍得将自己的双族演化出来。 落地后, 功德舍美人腰间那对合拢翅膀轻轻展开, 露出那盈盈一卧的正统水蛇腰。 接着, 他微微低头, 摆出轻轻踢腿的动作, 望着自己刚生长出来的小脚, 如果不踢腿只低头的话, 他无法看到自己的脚尖。 片刻后, 阿锦分成仙子的脸上突然摆出了嫌弃的表情, 他感觉自己终于生长出来的双脚 完全没有尾巴来的方便食用。 于是, 他收回自己微微上踢的小脚, 伸手轻轻拍了拍蛇尾群。 哗的一声, 分成十股的蛇尾群回拢, 重新化为灵活的蛇尾巴。 这次, 功德舍美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灵活地拍了拍蛇尾巴, 进入下一个进化环节。 第六次讲法的功德之力共两波, 是前几次讲法的两倍之多。 在阿锦分成仙子的身边, 功德肥金和功德雷结树相继显现。 庞大的功德之力落在功德舍美人, 肥金, 雷结树之上, 在他们和宋书航之间编织出一张小型的功德之网。 功德之网越变越大, 余下的所有第六波讲法功德全部被阿锦分成仙子, 转移到这张功德之网内。 同时, 在阿锦分成仙子的操作下, 这张小型的功德局域网被他挂靠在了什么都能卖大佬的那个巨大功德网络之上。 做完这一切后, 阿锦分成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在宋书航前几次讲法时, 就已经将这张小型功德局域网编织出了雏形, 为了编织这张功德局域网, 他甚至延迟了自身净化的节奏, 优先将功德之力提供给这张局域网。 今天, 他终于大功告成。 随着功德舍美人的净化, 正处于完全放空状态的宋书航, 进入了一个梦境之中。 辱梦? 宋书航微微一愣, 难道我打坐修炼时, 练着练着就睡着了? 王天, 我可是处于诸天万记险生讲法状态中的呀。 啊, 现在只希望自己在睡觉时, 不要流口水。 正思索间, 梦境开始变化起来。 一个刺眼的太阳出现在宋书航的眼前, 太阳在短时间内疯狂地膨胀, 燃烧, 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进入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最终熄灭, 化为一颗白矮星。 梦境的视觉开始拉远, 画面切换到整个星空。 星空中, 如同骨牌效应, 无数的恒星相继在短时间内, 接连开始闪耀, 并很快消亡, 熄灭。 太阳的光辉结束, 星光灭绝, 恒星死亡, 整个星空化为牧场, 埋葬着死亡的恒星尸体。 画面再次扩大, 这一次诸天万界所有卫面出现在宋书航的眼中, 所有卫面, 所有世界星空中的恒星, 全部在短时间内燃尽死亡。 宋书航历时震惊了, 我来个去, 我大世界亡了。 说话间, 最后一颗太阳熄灭。 诸天万界都失去了生命, 进入灭绝, 没有生命能逃避这场死亡, 连长生者也无法例外。 整个诸天万界将要彻底毁灭, 一切隐藏空间都将被摧毁, 无处可以藏身。 这是真正的天地灭绝, 只要还被限定在这诸天万界之中, 没有超脱就无法躲避。 这一刻, 诸天万界, 众生真正平等。 这次梦境的时间, 似乎不是按正常流速进行的, 不知过了多久后, 在这崩溃灭绝的末世画面中, 有一道修长的身影缓缓踏出。 这是一位道人打扮的人类男子, 身后有着比恒星还要耀眼的功德之光, 他一步踏出, 宇宙星空都开始震动。 天地灭绝的大劫, 却丝毫无法影响到这个道人, 无论是什么破坏和灾结, 都无法伤害到他分毫。 天地朽而我不朽, 万界灭而我不灭, 不朽不灭。 天地灭绝, 第2543集 朱天万界陷入到了永恒的黑暗, 唯有不朽者, 头顶的功德之光赤裂如火, 成为这世间最后的光明。 在他的身边, 空间在崩溃, 时间似乎也失去了概念, 化为无序的乱流。 不过, 无论是崩溃的空间, 还是乱续的时间, 都无法影响到不朽道人。 宋书航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他的目光落在这位不朽者身上, 无法转移。 这不是入梦? 宋书航心中突然明悟过来。 这一次, 他没有带入到任何生灵的人生中去, 他纯粹是以旁观的角度, 以看电影的方式, 在看着眼前发生的 诸天万戒灭绝场景画面。 眼前, 不朽者在黑暗的诸天万戒中 缓缓行走, 他每一步踏出, 死亡的诸天万戒便会微微震动。 这是不朽者在积蓄力量, 每一步的时间里, 他身上的不朽法则便会绽放。 这是真正的不朽法则, 不带尾字。 普通的生灵中, 没有人能直视不朽法则, 若是强行去接触不朽法则, 直接会陷入到永恒的睡眠中。 躺在宋朱航黑名单中的不灭之主便是前车之剑。 即使是在梦境状态中, 宋朱航在看到不朽法则之时, 依旧受到恐怖的冲击。 他感觉自己的眼珠子仿佛要碎裂开来一般, 眼球发烫又沸腾的血泪从眼眶中涌出。 属于不朽法则的信息力量通过他的视觉灌入到他的大脑, 冲击着他。 脑海中的一切都被不朽法则的力量冲刷干净, 连思考都开始停顿。 宋朱航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 一阵阵疲惫的感觉涌上。 当思考开始停止时, 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不能再看下去了, 我得闭上眼睛。 这个时候,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闭上眼睛, 不去直视不朽者。 但宋朱航的眼睛却仿佛被磁石吸引, 完全无法控制。 不朽不灭对于诸天万界所有的修炼者来说, 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没有人能拒绝不朽法则的吸引。 像宋朱航这样在面对不朽法则时, 脑海中还会浮上闭眼念头的, 已经算是诸天万界一直最坚定的一小撮成员。 可是, 宋朱航的意志虽然坚定无比, 但他的肉体却软弱不受控制。 他的双眼哪怕开始碎裂, 开始变得发烫, 干瘪, 却依旧拒绝闭上。 这就是不朽法则真正致命的诱惑力。 要不然,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就会变成不灭霸宋陷入永恒的睡眠了。 如果他也向不灭之主直接从远古时代一直睡到现代, 那就什么都完了。 不灭之主还有他来唤醒, 而他又要由谁来唤醒呢? 正思索间, 啪的一声, 宋朱航的右眼终于承受不住, 化为琉璃, 碎裂成渣。 但他的左眼却丝毫没有损伤, 哪怕血泪在不断流淌, 左眼还依旧坚挺。 凡人禁区, 不朽法则信息, 不断落入宋朱航的左眼。 要死了, 要死了, 也不知道我的宋悠悠分身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它能免疫影响的话, 说不定能够在本次梦境结束后将我唤醒。 宋悠悠代表着九悠主宰权限, 而九悠主宰本身就和天道对应, 所以说不定宋悠悠能够保持清醒。 还有, 白鲜杯也在我的身边, 幸运地站在我这边, 就算是富贵险中求, 我也有活下来的可能。 不知不觉间, 宋朱航原本正渐渐停止地思考, 竟然又重新活跃回来, 似乎连直视不朽法则的后遗症 也无法彻底压制霸宋那跳跃的脑回路。 梦境画面中, 不朽者终于停止了他的散步行为, 他的身形来到了最后熄灭的那颗恒星尸体边上, 停了下来。 在不朽者身后, 如同蓄日般的功德之光突然开始凝聚起来, 最终化为一团小火焰。 不朽者伸手一挑, 那团功德之力所化的小火苗便落在他手中。 他弯腰挑着这团功德火焰, 轻轻将它点在那颗熄灭的太阳之上。 轰的一向, 原本熄灭的白矮星竟然再次被点燃, 重新爆发出耀眼的光和热。 随着不朽者重新点燃恒星的举动, 诸天万计的星空开始震动起来。 诸天万计的星空中, 原本已经熄灭的恒星一颗接一颗的复燃, 按照它们熄灭的顺序, 倒推回来开始重新被点亮。 在这个过程中, 宋书航的左眼机遇崩溃。 这根本不是点燃恒星那么简单, 而像是时光在回溯, 所有诸天万计宇宙的时光被强行逆转。 如果这位不朽者是历代天道中的某一位, 也就是说, 其实诸天万计在某一个时期其实已经毁灭过一次, 是这位不朽天道出手力挽狂澜, 并将整个诸天万计的时光回溯。 那岂不是说, 诸天万计的众生其实在自己不知道的时间里, 其实已经集体团灭过一次, 只不过又被时光回溯复活了? 甚至, 这么多人的天道中, 不乏像天道白, 天道狗蛋跌, 那么跳脱的天道存在。 说不定, 诸天万计的生灵和修炼者在自己不知情的时候, 其实已经死了一遍又一遍, 只是一次次被复活了而已。 这么一想的话, 我每个月死伤一两回, 偶尔死伤个几十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吗? 举一反三是宋书航的优点, 他现在总是能通过一个片段反推出许多可能。 正当宋书航思索之际, 机遇碎裂的左眼画面又是一遍。 原本诸天万计灭绝的画面, 在所有恒星被重新点燃的时候, 突然被斩断。 不朽者亲自出手切开了某个因果。 被斩断的, 难道是诸天万计灭绝的未来, 这个因果? 等一下, 难道之前不朽者重新点燃太阳的一幕, 并不是时光逆转, 而是逆转因果?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诸天万计灭绝的 未来在不朽者的干涉下, 这个未来的因果被切断。 正思索间, 整个诸天万计的星空画面急剧回收, 画面重新锁定在那位不朽者身上。 此时的不朽者立于一片功德网络的中心, 而在他的面前是一个豪华的大幕。 第2544集, 说是大幕, 但单从外形上来看, 这是一座百层左右的高塔, 真男人就上一百层, 不太喘气的。 塔身虽然豪华, 但每一处的装饰物都恰到好处, 没有多余暴富质感, 整体看上去就仿佛是艺术品一般。 但不知为何, 无论是谁只要一眼看到这座真男人高塔, 就会马上将他和木联系起来。 无论外表怎么华丽, 他还是一座木, 里面将要装上尸体。 宋树航的目光暂时从不朽者身上挪开, 扫向真男人高塔边上的大碑。 如果这座高塔是不朽者的大幕, 那这大碑很可能就是墓碑, 其上说不定会记录着这位不朽者的真名。 宋树航很好奇这位不朽者的身份, 想知道他到底是第几任的天道。 在如今的诸天万界中, 宋树航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天道历史学专家, 他知晓许多关于天道的密文, 说不定连很多长生者对天道历史的了解程度 都没有宋树航这般精通。 据宋树航所知, 第一代天道已经从根源上抹去了自身一切存在的信息。 诸天万界没有任何关于第一代天道的记录, 没人知道它长什么样, 是什么种族, 拥有什么特殊之处, 甚至如果不是它曾经占据着第一天道这个位置, 诸天万界众生早已经彻底将它遗忘。 目前宋树航知晓的关于第一天道的唯一事迹, 就是它没有对应的九幽主宰, 甚至摩海世界后来变化为九幽世界也和它有关。 第二代天道, 则是三眼少年前辈对应的天道。 从三眼少年前辈对天道的怨念来看, 三眼少年对应的天道对九幽主宰这种存在, 很可能是抱着研究、实验等心态, 说不定它曾经还暗中切割过九幽主宰。 曾经怒怼宋树航的长眼睛星球, 就是第二代天道留下的道气。 除此之外, 第二天道还留下了不少的眼睛实验品, 各个品级的都有, 弱的只有一二品境界, 强的甚至有九品节仙的程度, 诸天万界的眼珠子怪基本上都和它有关。 第三代天道则是天道狗蛋爹, 目前来看, 天道狗蛋爹是众多天道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任天道。 鬼神成林, 九修凤凰刀, 金莲邪莲核心世界, 实验品天道小黑屋雏形, 它是位全才, 单纯的研究水平甩后面的天道好几条街。 天道狗蛋爹留下的很多研究项目, 后面的天道都曾经有所涉及。 第四和第五天道似乎比较低调, 目前宋书航没有接触过他们的九幽主宰, 也没有被他们留下的道气怼过。 第六天道, 则是用诸天万界穿刺飞梭, 从曾经的天道白手中换到了天道之位的奇特存在。 这飞梭, 宋书航不但亲手摸过, 甚至还开过。 再往后就是宋书航最熟悉的任性天道白, 以及曾一度被儒家圣人按在地上摩擦, 但最终却获得了胜利的天道球。 所以, 这位不朽道人到底是哪一任的天道? 第一, 第四和第五, 又或者是我没接触过的第六天道。 宋书航心中如此想着, 视线从那块石碑上扫过。 石碑上画着六个大字, 每个字内都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宋书航的左眼忍受着剧痛, 盯着这六个大字看了片刻后, 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不认识这几个字。 这或许是他尚未完全掌握的 远古文字中的几个生辟字, 甚至可能是更古老的太古文字。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将这几个字记下, 回头去找白前辈解读。 宋书航心中暗道, 他心中牢牢记下这六个大字后, 目光从那块石碑上移开, 但当他的视线一移开时, 原本明明牢记于新的六个文字, 却突然忘了个干净。 宋书航心中震惊, 以他如今的记忆力不可能忘得这么快, 除非是这六个文字本身就有古怪。 宋书航又尝试了三遍, 每次他的目光落在石碑上时, 能将这六个字记下, 但一抬头一低头一转身, 就会将他们彻底遗忘。 如果无法解读他们, 就无法破解石碑的秘密。 回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争取将远古文字和太古文字都精修一遍。 宋书航咬牙暗道, 不好好学习的话, 就算给人掉悬崖或齐功的机会, 看不懂也修炼不了, 只能饿死在悬崖。 正当他脑海中浮过这么一个念头之时, 他身体中的修真聊天功能被触动, 同时有一条正在融入修真聊天的法则被牵引。 那条法则和语言文字有关, 是正在构架修真聊天功能的基础。 在这条神奇的语言文字根源法则作用下, 宋书航突然看懂了那六个文字一个刹那, 然后宋书航陷入了沉默。 那六个文字完全不同, 但它们指向的意思却都相似, 如果要翻译过来,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我、无、于、咱、俺、某。 不是精确地翻译, 但反正就是用六个不同的字表达一个我的意思, 这得有多淡灯才行啊。 大佬,您在自己的墓碑上这样玩, 那未来谁能知道你的身份呢? 而这一时, 画面中这位不朽者又动了, 他伸手轻轻摸了摸这块石碑, 缓缓道, 六个了。 说话间, 在他那不朽不灭的身躯上, 有熊熊的夜火焚烧而起, 那是他出手斩断了整个诸天万界未来英国所付出的代价, 这是蕴含着整个诸天万界英国之力的夜火, 不朽者身边的空间都被融化, 时间被扭曲, 夜火的破坏范围不断扩大。 这可怕的夜火之危, 哪怕是长生者也要沾上几死。 不过对于不朽者来说, 夜火就算再旺盛也毫无意义, 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到不朽不灭这个概念。 我大概是拉低大家的平均值了。 不朽者轻声说吧, 伸手在功德世界中轻轻一按, 无数珍贵的建造材料, 早就打造好的法器雏形, 阵盘从功德之界中浮现。 诶? 宋书航突然从中看到了一件熟悉的物品, 九修凤凰刀。 这时, 不朽者开始动手, 在那座真男人高塔大墓的旁边, 搭建一个新的坟墓。 诶? 真男人一百层高塔不是这位不朽者? 第2545集 之前这位不朽者往那座百层高塔边上一站时, 不由让人误以为这座高塔就是他的大墓, 接下来他就要进入百层高塔大墓去休眠。 结果这位不朽者站在百层高塔边上感慨了老伴赏后, 竟然转身开始自己建造起新的大墓来。 那么这座百层高塔又是谁的造物呢? 宋舒航心中疑惑。 这座百层高塔也很不简单, 此时不朽者身上的斩断诸天万界因果所化的夜护, 连时间和空间都能扭曲, 但近在不朽者身侧的百层高塔却依旧坚挺, 丝毫无损。 另外, 刚才不朽者伸手案在石碑上轻声念着六个了, 会不会是这石碑上原本只有五个代表着我意思的符文, 现在增加了一个, 演化出了第六个? 在宋舒航思索之际, 不朽者已经将建筑材料全部掏出, 然后他伸手往九修凤凰刀上轻轻一拍, 即使身为天道造物, 九修凤凰刀在被不朽者身上的夜火烫了一下时, 还是发出了剧烈的刀鸣声, 似乎在大声抗议。 抱歉, 不好意思。 不朽者连忙收回自己的手掌, 顺带着将粘在九修凤凰刀上的夜火也吸了回来。 九修凤凰刀微微震动, 然后远远飞离不朽者身侧, 不给对方再次靠近他的机会。 我怕, 我会注意不会再碰到你了。 不朽者轻声道, 另外, 还请道友助我最后一次, 借前任的图纸一用。 他这里说的前任, 应该指的是九修凤凰刀造物主天道狗蛋爹。 九修凤凰刀远远地斩出一道刀燕, 那道刀燕化为一张大幕的建造图纸。 这是历代数字修们造的大幕格局雏形, 不过这张图纸也只是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很多自由的组合和变化。 历代数字修们建造的大幕, 除了核心外都各有不同之处。 谢谢道友, 另外, 抱歉, 因为刚才我的失误, 道友你这次或许得要从头再来了。 不修者不好意思地浅浅一笑, 九修凤凰刀剧烈地震动起来, 从他的刀柄上有一对火焰翅膀凝聚出来, 冲着不修者用力地拍击, 显然是气到了极致。 是刚才那不小心溺瞻的烟火, 导致九修凤凰刀要重新从一修开始吗? 宋书航心中猜测, 难怪明明是第三天到狗蛋爹的造物, 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 九修凤凰刀却硬是没有进化到九转, 在半年前它还止步于击转程度, 原来是中途被洗点从头再来, 也难怪九修凤凰刀会气成这样子, 急到连小翅膀都变出来了, 疯狂使用鸽子拍击。 别生气了, 作为补偿, 我最后以天道的身份为你祝福, 祝你在接下来的九转之中, 能遇上拥有天道之词的主人, 如何? 不修者微微一笑, 九修凤凰刀闻言, 火焰小翅膀终于收了回去。 旁观的宋舒航心中一动, 这莫非就是九修凤凰刀选择聪娘成为八修的原因? 聪娘可是经过了好几位大佬认证, 拥有天道潜力的极品账号, 未来她将正德不修成为一代聪道, 到时候, 诸天万界将没人敢啃大聪, 嫩小聪也不行。 如果没有这位不修者的祝福, 说不定我会成为八修, 将九修凤凰刀一直练到八转境界, 然后将她交给拥有天道之资的聪娘, 最后成功九转化为聪娘的半生道气, 哗, 想想就感觉很有宏大剧情气势啊。 在加持了天道祝福后, 九修凤凰刀身形穿梭空间, 消失不见, 重新开始了她的炼击之路, 而不修者抬手将虚空中那张 树子修坟墓制造图给复制下来。 树子修的坟墓制造图, 可以用于构造大墓的地下部分, 成为我大墓的基础, 然后参考百层高塔设计的塔木, 则可以成为我大墓的地上部分, 两者合二为一, 虚虚实实最是完美。 不修者轻声说着, 伸手在虚空中轻轻一抹, 便又有一张大墓建造图浮现。 这张大墓图浮于树子修大墓设计图的上方, 与之合二为一。 真男人, 不仅要能上一百层, 还得要下一百层, 天上地下就没有真男人不能达到一百层的地方。 宋周航左眼疯狂扫描那大图设计图的百层塔木部分, 以及地上地下结合的部分设计, 尽全力将这部分给记录下来。 前些天白钱碑图提醒过他,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为自己造一座大墓。 当时, 他还准备以葱娘的八胸墓设计为雏形, 为自己也盖一座类似的大墓。 现在, 这个地上一百层, 地下一百层的大墓设计, 无疑更加完美。 好在, 这大墓设计图上并没有醉黄剑圣一戏的无法记忆属性, 宋初航强行将它记下后就没有遗忘。 然后, 是建造大墓的材料, 也得进行一些改变材势。 不朽者平静道, 他掏出的这些材料是世间顶尖级别的, 是打造倒气的材料, 不过即使是这种等级的材料, 也无法长时间承受业惑, 必须进行一些转换。 那虚幻之物将化为真实, 真实的虚幻。 不朽者粘质, 一片混沌将它和那些材料笼罩起来。 七品尊者的特殊能力, 真实的幻象, 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虚幻之物, 却能产生真实的杀伤力。 虚幻和真实的逆转, 虚假的真实。 不朽者继续道, 据说有一部分修饰在晋升八品后, 能让真实的虚幻更进一步, 在真实的虚幻世界基础上, 短时间内做到逆转真假虚实。 而不朽者此时做的, 就是更改这些材料的特质, 让它们进行转换, 成为介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存在。 所有的材料在他的操作下转换成功。 随后, 不朽者开始当着宋书航的面, 亲手打造自己那地下百层, 地上百层的豪华大墓。 处于真实和虚幻间的材料, 被一根根打入地底, 开辟地下墓层, 又有材料被叠价搭建, 立起地上百层的矿地。 第2546集 上下各一百层的大墓很快就打造完成, 天道亲手施工, 这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强的工程。 完成了, 不朽者轻声道, 似是在自言自语, 又似在对谁诉说。 宋书航文言心中一动, 不朽者应该是感应到了他在旁观, 他毕竟是有过很多次累死经历的男人, 从最初的赤霄子道长入梦传授坟天火焰刀开始, 他在入梦中就曾多次被大佬们抓个正着。 前辈还未请教尊姓大名? 宋书航尝试着在心中询问对方, 惊艳告诉他, 这些大佬们如果感应到他在旁观时, 就能和他进行一场跨时空的特殊交流。 但是, 不朽者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在我之前, 每一任天道都为自己住过大墓, 曾经我无法理解, 但现在我却懂得一些。 这珠墓既是埋葬自己的过去, 更是曾经的他们追求的超脱不朽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不朽者轻声道, 超脱不朽, 这是天道三眼、 天道狗蛋爹、 天道白以及九幽胖球大佬都在追求的事。 目前宋书航只知道, 历代天道中, 天道白曾经成功超脱了半步, 天道狗蛋爹并没有超脱不朽, 但他似乎成功从天道之位上全身而退。 至于三眼天道究竟如何, 连三眼悠悠也不清楚。 曾经有疑任何白前辈有缘的功德天道, 但据天道白描述, 功德天道已经彻底消散。 胖球天道则是没撑住, 彻底崩溃, 连九幽胖球大佬也消散粉碎, 只剩一个分身霸球在火星上征战四方。 为自己造一个大墓也是超脱的一个重要环节。 宋书航在脑海中索引和超脱不朽有关的信息, 他一个八品寻圣, 正经地修真知识知道的不多, 但各种密文却了如指掌。 在他的记忆中, 和超脱有关的信息线索还不止一件。 超脱不朽是很矛盾的事情。 想要超脱不朽, 首先肯定要正道不朽, 但一旦正道不朽之后, 在超脱的过程中, 天道的权柄却向绳索拉住超脱的过程, 将超脱者硬生生拉回来, 天道白就是这么被坑的。 半步超脱后, 天道白曾经留下重要的线索, 两个不同的个体同时正道是超脱的重要一步, 是超脱不朽的钥匙。 另外, 天道白还提起过的白妹妹计划, 那个计划原本也是她的后辈 从天道之位上脱身的九大计划之一, 结果却失败了。 然后是创立特殊空间, 这是天道狗蛋爹从天道位上脱身的方案一, 但后来她真正脱身方案却是九修凤凰刀, 配合九修凤凰刀方案的是鬼神成灵方案, 保下了悠悠狗蛋爹。 天道胖球在没崩溃前, 也在研究鬼神成灵和金莲邪莲方案。 另外, 天道胖球的远古天庭计划似乎也和脱身有关。 最后是现实白前辈在急迫研究的成神计划, 这个计划似乎也非常重要, 隐约间似乎也和超脱扯上了关系。 两个不同的个体正道, 也不知道两个不同个体要怎么理解, 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存在同时正道不朽, 还是像本体分身兔钢铁分身碎悠悠送货这样不同的个体呢? 超脱这种事对我来说太遥远, 不过目前九修凤凰刀我至少也是个预备九修, 创造空间方案我则有核心设计了, 远古天庭计划的话, 大量的远古天庭碎片还在我的核心设计中放着, 鬼神成灵方案的话, 我就是二代成狗蛋, 那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 开个大幕似乎也无妨。 宋书航心中思索起来, 说实话, 对于天道上位他并没有什么期待感, 至少从目前来看, 天道之位并不是想上就上, 想离开就能离开的位置, 但出于他骨子里那种大事谨慎的心态, 先做些预备准备总没错, 反正人终有一死, 而他罢宋未来很可能还会有很多次死, 如果运气不好遇上独条复活的话, 早点备个坟墓用来独条也不错。 差不多了, 等我进去后就结束吧。 不朽者轻声说罢, 伸手推开了虚幻又真实的墓门, 大步踏入其中, 在他一脚跨入大幕之时, 他身上的存在感开始削弱起来, 不朽者状态变得古怪, 仿佛随时要消失一样。 而画面的镜头这次却没有跟着一起进入到木塔内, 就仿佛是有人在录制着这一幕。 木塔之门缓缓关闭, 宋书航梦境的画面也开始暗淡下来, 吱压一声, 木门闭合。 就在这时, 不朽者突然猛地转身, 他的手掌刺入到闭合的大门缝隙中, 硬是将木塔之门重新拉开。 不朽者身上的因果夜火化为漆黑之色, 夜火遮盖了他的面部, 但他一双毫无感情就像是机械一样冷静的毛子, 露在夜火之外。 不朽者望了眼梦境暗淡的镜头, 随后他的身形突然向远处狂奔而去, 消失不见。 好不容易造好的木塔也这样废弃, 宋书航在满心疑惑中, 梦境结束。 这是在拍系列型恐怖片吧, 在片尾还要断个悬念? 而且, 那个上下各一百层木塔的坐标也没有透露, 这么大的一个不朽之木, 废弃在那多可惜啊, 折算下来这得值多少钱呢? 宋书航心痛到无法呼吸, 因为无法呼吸, 所以他硬生生地从窒息的梦境中苏醒过来。 宋书航眼睛一睁时, 便发现自己瞎了, 他的右眼已经化为琉璃完全碎裂, 而左眼眶中的儒家圣人之眼也进入观机休息状态。 好在我已经不是水货全盛, 早已经不用靠眼睛去看东西。 宋书航暗道, 神识一扫, 看得比肉眼更加清晰。 于是, 宋书航的神识轻轻那么一扫, 黑一鼓隆咚。 诶, 怎么还这么黑? 难道我的神识也瞎了? 梦境中直视不朽法则的后遗症这么可怕吗? 毕竟是不朽法则, 牛逼一点可以理解。 宋书航暗道, 好在他还有最后手段, 看我的第三神眼。 在他的眉心处, 第三神眼开启, 代替双眼和神识向四周望去。 黑, 依旧黑, 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的那种黑。 第2547集 当睁眼和闭眼都是黑暗时, 宋书航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是不是需要好好睡上一觉。 等下, 这状态不对啊, 我的神识为什么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就连第三神眼也只看到一片黑暗? 脑子受到不朽法则洗刷, 思维速度降低的宋书航, 终于察觉到了自己现在所处位置的异常。 宋, 脑壳又当机了, 书航。 功德舍美人缩小, 浮在宋书航的身后, 学着造化仙子的腔调唱了起来。 同时他伸手抠去了宋书航右眼中那只已经彻底完蛋的眼珠子, 然后又将小手腕在宋书航左眼处, 连连施展治愈法术。 这个狭窄的空间中只有他和宋书航, 就连宋书航体内的灵鬼仙子, 现在都跑到苏沙十六体内凑热闹去了。 所以功德舍美人懒得演戏, 难得地使用自己的本音发声。 当功德舍美人出现之后, 金色的功德之光亮起, 照亮了宋书航的身边。 宋书航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箱子中, 箱子中还残留着淡淡的水果香味, 是白钱被爱吃的洋梅味道。 他迟钝的脑子回转了半晌后, 才缓缓开口。 原来功德仙子你还是能好好说话的呀。 同时, 他终于察觉到自己现在的状态异常, 却跟上回脑子一口气接收了太多信息后, 大脑当机后遗症一样。 此时受天道不朽法则影响, 他脑海里白茫茫一片, 运转极度缓慢。 每当他要思考的时候, 那天道法则信息就会占据他的大脑CPU, 冲刷他的反射神经。 而这一次天道法则的影响效果更霸道, 后遗症更强。 对了, 功德仙子, 如果下次我脑壳又当机时, 你别叫我的本名, 那样感觉蛮丢脸的。 下次我脑子当机时, 你叫我成狗蛋。 成, 脑壳子又当机了, 狗蛋。 宋书航又补充了一句, 功德舍美人默默地将这句话录制了下来, 他准备回九优世界时发送给狗蛋爹。 宋书航最近太疲了, 需要被人削一削。 话说, 我这是被装入到棺材中去了吗? 宋书航伸手轻轻敲了敲箱子的盖子。 白钱被分身在过来时, 是乘坐白钱被送宋书航的礼物, 飞剑型棺材过来的。 宋书航估计自己此时, 应该是被装入到了那柄巨型飞剑棺材中。 但是, 白钱被分身为什么要将我装入到飞棺材中呢? 而且, 我现在应该还处于玄圣讲法状态吧。 宋书航心中疑惑, 他静下心来, 可以感受到自己和朱天万界修炼者的功德联系还在, 朱天万界的修炼者还在通过他和什么都能卖大佬在交易协望核心。 难道是看着我突然睡着了, 为了防止我在朱天万界修炼者眼中出丑, 所以白钱被分身体贴地将我装入到了飞剑棺材中? 总之, 我们先联系下白钱被分身吧。 宋书航说吧, 用力拍动棺材板, 同时使用群体传音入密之法大叫起来。 白钱被, 什么都能卖大佬, 你们在吗? 在, 忙着的。 什么都能卖大佬率先回的? 在, 我也在忙着的。 白钱被分身回的, 你们在忙啥呢? 就在宋书航说话间, 他左眼的儒家圣人之眼终于重启完毕, 随后, 朱天万界修炼者的回馈弹幕再次从宋书航眼前飘过。 白圣一口气收了这么多材料, 是在造一个地底框架吗? 这个框架到底有什么用? 我看到霸宋大佬被白圣装入到了巨大飞舰中, 被埋入到了地底框架中。 性感霸宋, 再现被埋。 话说, 霸宋前辈现在还在玄圣讲法空间中吧, 那一会儿这个由白圣搭建出来的巨大框架能够从这个玄圣讲法空间中挪出去? 有人好奇问道, 在他边上有同伴马上回答。 人前险慎和玄圣讲法这个流程早就被霸宋大佬按在地上摩擦了。 以霸宋大佬的手段, 这个玄圣讲法空间它肯定是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说不定下届玄圣登台讲法时, 霸宋大佬会突然出现给大家一个惊喜。 宋书航忍不住在心里反驳, 我不是我没有, 别乱说呀, 我什么时候将人前险慎和玄圣讲法流程按照摩擦了? 明明是我每次意外被强迫拉进来的, 至于将玄圣讲法空间当成自家后院想进就进的, 那是白前辈不是我呀, 我目前真没这个功能, 莫冤枉我。 另外, 在她那慢几拍的思维速度缓缓转动一圈后, 开始猜测白前辈分身是不是在给她鼓到大墓起来。 如果真是在鼓到大墓的话, 她就必须要插一手了, 毕竟她身怀一张天道木塔设计图, 以及久修凤凰刀的数字修大墓图框架。 白前辈, 你在注目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这有两张大墓的设计图你要不要瞅一瞅? 宋书航再次传音入密, 白前辈分身好奇起来。 你什么时候得到过大墓的设计图? 刚得到不久, 我入定的时候侮辱到了一个梦境中, 那个梦境中我遇上了一位不认识的不朽道人, 他在梦境中时留下了一个现场造墓的教学视频, 我从那里得到了图纸。 宋书航飞快回道, 不朽者教导造墓? 白前辈分身疑惑追问, 据说这也是不朽者们超脱的一个环节, 所以白前辈你要不要也替自己筑个墓? 到时候将我们九州一号群所有成员的墓给挪到一起? 想想就壮观。 宋书航说话间, 将不朽道人的大墓设计图通过修真聊天功能拷贝一份, 传给了白前辈的本体。 想要将脑海内的图纸复制出来, 通过修真聊天功能是最方便的手段。 所以, 宋书航直接使用了这种手法, 反正白前辈得到了图纸, 就等于白前辈分身也得到了。 忙着呢, 我不是派了分身去你那里吗? 有事先联系我分身。 白前辈本体很快回复, 宋书航此时反应有延迟, 他努力集中精神想向白前辈本体解释一下, 但很快, 白前辈本体又发来消息, 这图只是大墓设计图? 你从哪弄来的? 从梦境中的一位不朽道人考下来的。 宋书航努力回复, 白前辈本体道, 不朽? 原来如此啊。 书航, 将这份大墓设计图再发一份给你的九优的白前辈, 然后让他配合我, 我们马上准备进入造神计划的最后一环。 邪望核心的数量也差不多了, 而这大墓的设计图正好解决计划的最后一个小问题。 白前辈, 白前辈吐塌睡着了, 而且可能是短时间内叫不醒的那种,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 那由我来代劳吧,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九优主宰临时工呢? 第2548集 你放心吧, 化身小太阳后的自转轨迹, 我会用一次性飞剑推动你进行的, 同时, 我也会尽快筹集下一趟实验的材料。 白前辈本体回到, 宋书航犹豫豫起来, 化身小太阳, 而且还得被白前辈的一次性飞剑顶着腰子在虚空中自转, 这是什么新版本的惩罚呀? 再加上白前辈的一次性飞剑速度和走位都过于风骚, 宋书航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的恐肅症可能会再次恶化, 想到这里他连忙回复, 收到, 白前辈, 我会紧力去唤醒白前辈兔的, 唤醒白前辈兔这种生物我最擅长了。 嗯, 不过你唤醒九优白的时候, 注意别玩过火了, 我可不想在之后观看你的人前险胜转播时, 却看到你被九优白升天放烟花在半空中暴涨, 白前辈贴心地提醒他, 从刚才短短的对话中, 白前辈就感觉书航小友受九优珠在全线影响, 像气球一样不断地在充气膨胀。 宋书航在片刻后回复, 白前辈不用担心, 大拇指表情, 今天我在那个人前险胜环节的时候就已经炸过了, 虽然不像烟花那么灿烂, 但却特别血腥。 梦见中, 白前辈正在组装阵法的小手不由一将。 膨胀的书航小友虽然还是很有意思, 但感觉当初那个小心谨慎的书航小友更有趣呀。 在他边上, 云雀子仙子呵呵笑出声来, 阿白, 你现在是不是有种狗子养熟了, 变成二哈的感觉呀? 白前辈淡淡一笑, 心情微妙。 说起狗子, 你们注意到书航小友的修真聊天备注名了吗? 中间夹着个成狗蛋的名称。 我其实蛮好奇成狗蛋这词夹在书航小友的备注名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七修圣君捏着下巴道, 长生者成林。 白前辈猜测到, 因为和书航有关的姓成, 有改变修真聊天的影响力, 似乎也只有那位暗中和书航有联系的成林仙子了。 在白前辈猜测出成狗蛋的真实身份刹那, 成林仙子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肝一阵剧痛, 隐隐间感觉自己被扎心了。 毕竟他生前是货真价实的长生者, 在一定范围内, 他对某些对他不利的信息隐隐间会产生感应。 另一边, 回复完现实白前辈后, 宋书航又努力集中精神, 将不朽道人大幕设计图拷贝一份给白前辈兔, 并复言道, 白前辈, 你快醒一醒, 看看我发给你的设计图。 为了避免自己变成小太阳, 被白前辈用一次性飞剑带着在宇宙中飙车, 宋书航开始拼命地呼唤白前辈兔, 同时他在心中暗暗祈祷, 希望白前辈兔能够顺利醒来。 可惜, 他这次祈祷许愿的目标是货真价实的九优主宰, 祈祷的力量无法对这么强大的存在生效。 白前辈兔已经彻底睡熟, 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 看样子, 普通的唤醒服务根本无法对白前辈兔生效啊。 宋书航沉思片刻, 考虑着要不要深入刺激一下白前辈兔, 比如大叫一声白悠悠, 悠悠白, 看看白前辈兔会不会应答, 又或者, 打住, 打住, 哎呀, 今天已经爆炸过一回了, 不能再被白前辈兔升天放烟花了。 关键时刻, 白前辈的提醒还是发生了作用。 宋书航的念头强制刹车, 没有再往深处去思索, 所以只能用正常点的手段来叫唤白前辈兔。 白前辈救命! 宋书航发送信息, 一般在危机关头大喊救命时, 有50%的几率唤醒白前辈兔, 不过一半的几率有点低, 白前辈兔依旧没有反应。 白前辈, 我们找到了胖球大佬藏死亡前的地点! 提起白前辈兔的终生大敌胖球大佬时, 会有70%的几率让白前辈兔打起精神。 不过, 可能是因为胖球亡了的原因, 今天白前辈兔依旧不为所动。 白前辈快醒醒, 有人要正道不朽晋升天道了! 宋书航想了想, 又提了一件令白前辈兔感兴趣的事。 似乎是正道不朽这几个字触动了白前辈兔, 白前辈兔那边终于传来了回复。 宋书航有些懵, 这是啥意思? 白前辈兔是什么状态? 醒了还是睡着? 正思索间, 又有一条消息传递回来。 怎么突然梦到大幕的设计图啊, 凡人。 白前辈兔的声音响起, 这一次的回复是一条语音, 宋书航暗暗擦一侧起来。 白前辈兔这似乎是在讲梦话, 但是我传过去的大幕设计图, 似乎直接传到了白前辈兔的梦里。 这样的话, 或许我可以凭此为切入点来唤醒白前辈兔。 白前辈, 你再仔细看看, 这大幕设计图是不是又大又圆? 其实它大有来头, 这是我在梦境中时看到的不朽道人 为自己设计的大幕图纸, 您看看它有没有特殊之处。 宋书航试探着发送消息, 想看看自己的消息能不能送入到白前辈兔的梦中去。 片刻后, 白前辈兔真的又回复了, 依旧是用语音发来消息。 不朽道人。 似乎有效。 对了, 我在那个梦境中还看到了那位不朽道人 逆转诸天万界因果承受了巨大的代价。 宋书航将自己在梦境中看到的画面 简单地描述了一遍。 不朽道人 逆转诸天万界因果 是他吗? 他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 当年他只留下了功德网络 和一些功德生物, 却没有突身成功。 以整个诸天万界因果为实验, 他到底在想什么? 每一任的天道的理智 肯定都转移到了九幽竹宰身上, 每一任是省心的, 都是坑货。 这次的白仙背兔说着说着语音就中断了, 没有继续回复。 从白仙背兔的话来推道, 那不朽道人是第六天道? 宋书航略意思索, 延迟半晌后回复道, 白仙背, 其实我感觉不朽道人逆转因果的事 可能不是做实验那么简单, 总感觉当时的他有些被动。 文字版的呼噜声从白仙背兔那传来, 白仙背兔依旧提不起劲, 唤醒失败。 而同一时间, 宋书航的全盛讲法时间终结, 什么都能卖大佬沉生的。 讲法时间到了, 大木框架才搭理一半, 怎么办? 没事, 我们直接将讲法空间的地皮 也切开带走。 白仙背分身冷。 第2549集 无论是哪个白仙背, 都有一手宗师级的刮地皮手艺。 当初现实白仙背和宋书航 在某个秘境冒险时, 遇上了一处有趣的秘境陷阱 死亡森林。 白仙背一时兴起, 便将那死亡森林切割成块, 连同地皮一起 挪到了宋书航的核心世界, 现在那死亡森林还在茂盛地成长着, 这死亡森林如今是宋书航用来刷群体小怪的绝招。 然后是白仙背吐, 他在某次闲逛时, 突然发现一座胖球的钢铁老巢, 更巧的是胖球竟然不在家, 于是他白捡了个胖球老巢, 甚至连地表都被他撸秃鲁皮了。 如今, 白仙背分身也不例外。 在诸天万界修炼者震惊的目光中, 白圣施展一门剑术神通, 数百道剑光从天而降。 剑光入地三米, 直接在玄圣讲法空间中, 切出了一块巨大的地块。 这巨大的地块中, 有着白仙背分身和什么东的麦大佬合作古道的大木框架。 有偷视神通的修炼者还能看到这大木框架中埋着的那柄飞溅棺材, 霸宋大佬现在就被葬在这飞溅棺中。 竟然真的被挖出了地块。 什么东的麦大佬虽然表面一脸淡定表情, 但他内心已经震惊到说不出话了。 玄圣讲法空间是一个偏向于虚幻的世界, 它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最初的天道法则定向, 也就是说它整体都是由法则构成, 而白圣竟然直接将这法则都切了出来, 甚至还将它切出地块模样。 白圣简直是妖孽呀。 于是, 神不动的麦大佬暗中又给白圣的至尊VIP后面加了两颗星, 变成九星至尊VIP客户。 诸天万剑的修炼者同样震惊无比。 玄圣讲法世界竟然都能被挖出大坑, 白圣威武! 这个坑又盛又大, 下个讲法的玄圣一定要小心, 不要掉坑里去才行啊。 有年轻的修炼者出生道, 在他边上, 有老自立的修士微微一笑安慰道, 不用担心, 玄圣讲法空间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看, 玄圣讲法空间正在愈合, 类似这种特殊的空间世界, 肯定拥有自愈能力, 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玄圣在讲法的时候, 会不会一时兴起, 现场给大家表演一段大威力的法术。 说实话, 巴颂大佬每次讲法虽然骚操作不断, 但至少在讲法的时候, 他没有毁坏过讲法世界。 但他曾经打包过杜劫空间啊? 年轻修士补充道, 无论如何, 巴颂大佬这第七次讲法也算是圆满落幕了, 现在看来, 这第七次讲法, 巴颂大佬还真的没有准备啊。 虽然没有讲法稿, 但这第七次讲法依旧令人惊喜, 我给巴颂前辈好评, 希望下次巴颂大佬讲法的时候, 可以再进行一次在线回收交易。 有人开始许愿, 玄圣讲法空间开始渐渐消散, 诸天万计的修炼者习惯性地给了巴颂大佬五星好评, 毕竟巴颂大佬短时间内讲法了七次, 大家都熟得很了。 躺在飞剑棺材中的宋书航又接收到了一大波功德之力, 他抬头望向功德舍美人, 叮嘱道。 功德仙子, 这次的讲法真是咱们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波功德, 这回你可千万别再作妖好好进化。 功德舍美人对着宋书航奄然一笑, 掐了段台词播放起来。 我的生涯一片无悔。 宋书航见状不禁默然, 功德舍美人这是要彻底放弃治疗, 不打算进化了? 唉, 罢了罢了, 他开心就好。 正思索间, 功德舍美人附体在他身上, 双手摆出招手的动作。 这第七次讲法的功德之力, 不断向功德舍美人汇聚, 化为纯能量之力, 不断地在宋书航面前压缩。 干啥? 宋书航疑惑道, 从今天起, 你就是长生柱系列的何止柱? 功德舍美人发出黑皮羽柔子的声音。 当初宋书航凝聚何止柱时, 他和造化仙子都不在边上, 结果何止柱诞生的台词 被黑皮羽柔子给抢走了。 现在, 功德舍美人找到机会, 硬是要将这台词再念一遍。 这是阿锦分成仙子最后的倔强。 仙子的意思是, 让我将这次的功德之力化为霸神柱? 宋书航很快明白 功德舍美人的意思。 理论上来说, 功德之力也是纯能量体, 是凝聚霸神柱的好材料。 当初宋书航还想着用功德舍美人 或白龙姐姐试一试霸神柱, 不过没遇上合适的好机会, 结果没想到功德舍美人自己送上门来, 那宋书航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 功德舍美人点了点头, 我们先将飞剑棺材盖子开启, 否则一会凝聚霸神柱会将这飞剑棺材破坏。 宋书航道, 功德舍美人摇雷摇头, 然后他伸手一探, 功德之力就像灵体一样, 直接透过了飞剑棺材渗透到棺外。 凭着功德之力的特殊性质, 就算被凝聚成霸神柱, 也不用担心会破坏棺材和大木框架。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宋书航双手掐动法印, 对准功德舍美人手中凝聚的第七次讲法功德。 目前宋书航的特殊二号型的霸神柱已经有长生柱, 和尺柱和昆王柱, 以及用终结九幽柱在宋幽为原材料所画的天杰柱, 太古柱, 这是暂定名, 这柱、天杰柱还有净化的余地, 未来可能会改名为霸宋柱、 书航柱、狗蛋柱等等名字。 现在, 第四根二型霸神柱即将成形。 这根霸宋柱要归类于功德柱这个系列, 然后它的名字要叫什么才好呢? 宋书航心中暗道。 在宋书航的念头转动之际, 第七次讲法的功德之力已经全部被汇聚, 化为霸神柱的柱身, 但这根功德柱似乎还差点韵味, 总感觉还少了点什么。 哦, 这是根没有灵魂的霸神柱。 宋书航很快猜测出原因, 何止柱和昆王柱就不用说了, 通过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他们是有灵魂的。 太古柱也一样, 是用终结宋幽幽结祭天转化而成的, 而这根功德柱却缺少这么一个灵魂人物, 于是宋书航本能地望向功德柱。 第2550集 宋书航发誓, 自己这一眼望去真没有别的意思, 他就是突然想到这根新的霸神柱之功德柱是没有灵魂的, 然后他的脑回路本能的一跳就想起了功德舍美人, 所以望了他一眼。 但他真的没有要将功德舍美人献祭用来为这根功德柱祝魂的念头。 诶, 等一下, 这念头似乎很不错呀, 功德舍美人的存在非常特殊, 只要我不灭他就不会灭, 所以悄悄将他献祭了似乎也是个不错的好办法。 宋书航脑海中, 这个念头浮现后就挥之不去。 身为一个合格的九幽主宰, 哪怕仅是代理, 每过三秒宋书航的脑海就会浮现一个纯粹的邪恶念头, 事实的心态还会膨胀一下。 幽暗的飞溅空间中, 宋书航的右眼还处于直视不朽法则崩溃重生状态, 而左眼的圣人之眼则开始发出悠悠的红光。 功德舍美人正圆了眼睛, 牢牢盯住宋书航, 身为和宋书航一体的存在, 在他和宋书航高度同步进入人工合一状态时, 他能隐约感觉到宋书航的某些念头。 比如现在, 他就隐约感应到了宋书航想拿他祭天的念头, 能产生这样念头的霸诵不愧是九幽主宰, 毕竟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是霸诵的功德也就是霸诵, 拿他祭天就等于是拿宋书航自己祭天, 对自己残忍的人才是真的狠人。 另外说句实话, 功德舍美人对自己的美貌还是有点信心的, 他可是当年的远古天庭之花, 而且他会装死能抢台词, 还会金鸡独立加白鹤亮翅, 他这么可爱, 霸诵脑壳子里竟然还会浮现, 将他祭天助助的念头, 简直是太无情了。 想到这里, 功德舍美人感觉自己必须要狠狠地抽宋书航一尾巴, 然后严肃地向他抗议, 告诫他不要轻易伤害功德之力, 否则他会失去可爱的功德仙子。 正当功德舍美人准备提出抗议时, 眼前的宋书航却突然自己冷静下来。 不对, 先冷静下来, 不能冲动, 今天才刚死了一次, 必须谨慎, 不能再死一遍了。 宋书航这么提醒自己的时候, 就真的冷静了下来, 也多亏了现在他处于不朽法则冲刷状态, 思维有延迟, 这部分思维延迟时间可以让宋书航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一定要用功德仙子, 我的功德之力具现出来的又不只是功德仙子, 还有功德肥精和功德雷结术吗? 雷结术目前来看还达不到魂的标准, 不过功德肥精还是可以用的。 宋书航冷静分析起来, 功德舍美人心中不快。 那是我最可爱还能吃的坐骑, 是我好不容易才打造出来的。 就这么办吧, 这根功德柱的名字也可以确定了, 肥精柱。 宋书航微微一笑, 下定了决心。 功德柱之肥精柱, 听起来朗朗上口, 和长生柱中的昆王柱很配对。 随后, 宋书航的念头一动, 将功德肥精召唤出来。 就这样, 功德肥精加功德舍美人加宋书航 挤在狭窄的棺材中。 功德肥精小眼睛眨巴着盯着宋书航。 去吧, 功德肥精, 这根功德柱将冠上你的称号, 它将成为我功德柱上的第一柱, 肥精柱。 宋书航豪迫道, 功德肥精发出激动的叫声, 肥棒的身体用力一跃, 施展出水渐月, 跳向那根正在凝聚的霸神柱之功德柱。 眼看着功德肥精即将撞上霸神柱时, 一条尾巴突然窜出, 如同鞭子一样将功德肥精抽了回来。 胖胖的功德肥精撞回了宋书航身上, 消失不见。 接着, 功德舍美人突然的尾巴如弹簧一样卷起, 用力一弹, 主动跳到了霸神柱雏形上。 他那修长的尾巴卷在柱身上, 将自己挂到了功德柱上。 宋书航疑惑地叫了起来, 功德仙子, 你干啥呢? 功德舍美人伸手拍了拍功德柱, 又指了指自己发出宋书航的声音。 来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句台词是当初宋书航在黑龙世界, 度四镜五天节时的豪迈发言, 不知何时被功德舍美人记录在台词库中。 别闹, 快下来! 宋书航唤道, 功德舍美人眨了眨眼睛, 头一歪, 身体软软地挂在了功德柱上。 他感觉自己应该是被宋书航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 就在刚才, 在功德肥经即将投入功德柱以身记住的瞬间, 他心中突然感觉这事有点好玩, 于是他抽飞了功德肥经, 强占了以身记住的名额。 那你可不要后悔啊! 宋书航严肃道, 功德舍美人如同肺蛇一样挂在柱子上, 一动不动。 霸神柱, 其业! 宋书航再次全力激活霸神柱二号秘法, 功德柱的光辉将功德舍美人包裹起来。 功德舍美人的身体融入到功德柱中, 化为功德柱上的精致浮雕。 原本只有二十余米长的功德柱飞快成长起来, 转眼间生长到三十七米高的程度, 几乎赶上了坤王柱。 而且这根功德柱是可成长型的, 它和宋书航的功德之力紧密相连, 未来只要宋书航的功德之力不断增强, 这根功德柱也会得到功德之力的回馈, 进一步强化。 轰的一下, 三十七米高的功德柱透观而出, 穿透了白前被分身所搭建的大墓框架, 强势钻出玄圣讲法空间的地块, 高高树立于大墓的中央。 白前被分身疑惑地上下打量着功德柱。 书航在棺材中还要搞事? 同一时间, 好不容易低下头, 让久仰的脖子缓解一下疲惫的诸天万界修炼者们, 突然再次心有所感。 又有玄圣正正道讲法? 还是八宋前辈今天又一次闲上? 同样的念头出现在所有修炼者心中。 不过, 当众人抬头望向虚空的时候, 却只看到有一个画面一闪而过, 消失不见。 那似乎是一根冲天而起的金色柱子。 柱肩上, 功德舌美人双手脱腮, 眸如春水, 眼角的肋质为她增添了一分妩媚, 她的身体卷在柱子上, 成为柱身上的浮雕。 八宋大罗的功德女帝? 难道这次连八宋前辈身上的画剑, 功德女帝先自也要正道讲法? 诸天万界修炼者心中浮上阵阵疑惑。 不过, 众人又举头望了片刻, 想象中的功德女帝讲法场面并没有出现, 刚才的金柱也只是一闪而过的画面, 没有再出现。 诸天万界的修炼者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但是, 有些隐士的大佬却皱起了眉头, 他们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八宋的第五次讲法是赶在了天道崩溃之时, 似乎接触到了属于天道的玄圣讲法法则, 而这一次, 八宋和白圣又直接将玄圣讲法空间给切走了一块。 八宋玄圣加玄圣讲法法则 德加玄圣讲法空间的地块等于这是一道可怕的家法题。